妙趣横生 10个意外发明的产品 有时,意外是个好事,下面这个列表所有的产品都不是刻意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一个巧合,它们被发现了,而且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 1.冰棍 1905年,11岁的弗兰克把他的制作苏打水的工具忘在了外面一整夜,第二天,用来搅拌苏打水的棍子和一些香料水冻在了一起,这就是第一根冰棍的诞生,一直到20年之后,弗兰克才为他的冰棍制作技术申请了专利。 2.洛剑生发业 这种治疗掉发的业绩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科学家们偶然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们在服用了某种抗血压的药物后,反而使他们的头发变得浓密了,于是就用这种药剂制成了生发液。 3.巧克力取奇饼干 一个旅馆的老板露斯维克菲尔德,在一次为他的客人烤制巧克力点心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碎面溶解在一起,但是相反客人们非常喜欢这种巧克力取奇饼干的味道。 4.微波炉 1945年,一个为雷声公司工作的工程师发现,当他在一种军事雷达设备旁边工作时,他装在口袋里的糖果棒融化了,于是他意识到放射线可能会烤化糖果。 发明家波西斯·宾赛首先发明了微波炉,那时的微波炉几乎有5英尺高。 5.烟火 根据HowStuffWorks网站上的描述,烟火是2000年前在中国发明出来的,传说是由于一个厨子不小心把木炭、硫磺和销石混在了一起,就是这些在那个时候厨房中很容易发现的一些物质最终产生了烟火。 6.象牙灶 从About.com网站中可以得知,1879年,宝洁公司的一个肥皂制造工在去吃午饭的时候并莫有意识到他将要有一个新的发明,他忘了关掉肥皂混合器,然后超过正常值的空气进入到了公司正在制作的白色肥皂中。 由于担心自己的失误会惹来麻烦,于是他隐瞒了自己的失误,仍然正常的封装并运送到了世界各地,很快,顾客们就开始要求订购更多的这种能够漂浮的肥皂。 当公司的高层发现事情的原因之后,象牙造成了该公司最成功的一款商品。 7.韦哥 韦哥是由辉瑞公司的科学家们发明的,当时他们正在研制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但是这个药物有一个方面的功能是把血液送到了人体的某一个区域,而这对于治疗男人的勃起性功能障碍十分有效,于是成为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8.薯片 1855年,厨师乔治被一个顾客搞得不胜其烦,因为他老是把炸土豆片送回厨房并且抱怨土豆片不够脆,乔治末有办法,就把土豆切得特别薄之后再油炸,然后加上一些盐,这种嘎吱脆响的薯片很快在英格兰当的出了名,并且以他的发明的命名,被叫做萨拉托加薯片。 9.培勒多年图 这种小孩子的玩具原本是一种强止清洁剂。 10.咖啡 从Slash Food中得知,卡尔迪牧羊人传说中有一个埃塞尔比亚的牧羊人,发现他的山羊在吃了一些红色的浆果之后,会表现得异常兴奋,于是他在自己身上做了一些试验,并且验证出了情绪的变化,他把这些浆果带给一个当地的阿轰,逐渐研制出了鲜烘焙, 然后分批加在水中煮的实用方法。 下一部影片预告 疯狂 全球时大最肮脏的节日。 感谢你的观看。 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